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逸臣 我今天要带你们来去彰化玩了 其实有很多人喜欢来彰化旅游 那是因为这里有八卦山清幽的山景 还有宽阔宜人的田野风光 再加上西滨海岸线的迷人景致 所以大家来到这边都会玩得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我特别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 带你们来一场在地的文学风采小旅行 走吧 很多人的彰化之旅 都是先到八卦山山顶 堪拜大佛 但却没发现其实山脚下 是一片精彩的艺文森林 你可以左望拥有全台最大强烈 公共艺术作品的美术馆 也能够又看见证日志时期开发过程的武德殿 而邻近的山间小径更是精彩万分的文学秘境 等着大家慢慢的来探索 说到大家对于八卦山的印象 多数都是这一尊坐落于山头的释迦摩尼佛 但其实八卦山是一座富有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圣山 我今天特别找了一位对当地文史 有深入研究的康源老师 请他来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走吧 我现在带你来去拜访他 康源老师你好 早 早上 老师 我想要问你 因为很多人来到八卦山 都对释迦摩尼佛像特别有印象 但是除了这个佛像以外 这里还有哪些景点呢 八卦山上除了大佛之外 还有文学步道 空中步道 健康步道 以及南路远馆很多景点 就是山上 当然在山下的时候 彰化城里面有很多的古迹 是 那老师你刚才提到这个文学步道 听起来我对他还蛮好奇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 好 因为我们知道八卦山是一座圣山 按照我的看法 它是一个旅游圣地 然后它是古战场 也是一个彰化城的表称 也是深谷之地 所以1999年的时候 我想说假如能够把彰化县的作家 的作品放在山上 然后形成一个步道 然后走过这个文学步道 就会了解彰化文学发展史 那这样的场域 我们希望说设在这个八卦山上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通往八卦山 以前神社的原来道路上设了文学步道 所以文学步道其实是在了解彰化文学的发展 是彰化作家作品的特色 那彰化作家作品特色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批判宪格 一个是抗议精神 是黄西文学精神 是 老师你说黄西文学精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黄西我们知道彰化县建县是1723年 那建县的时候 彰化县的县力是从大甲西以南到富威西以北 那有一本书叫做皮海记 一泳而水的 他在写调查硫磺的时候 从虎城坐牛车一直走走 经过富威西西楼西东楼西到大甲西 发现了大甲西以南到富威西以北 里面都有硫磺 所以他就把大甲西以南到富威西以北 这一段称为黄西 那1726年我们彰化就盖孔庙 就培养一些血丝的人 那这些血丝的人呢 他们会落款的时候会在这个 把地面写上去 黄西陈造星 黄西赖河 黄西陈虚谷 那我们彰化县作家的文学作品 有两个特色 刚才讲的 批判献格跟看个精神 那赖河有一句话说 我生不幸为福求 勇士焉为义斗争 这句话就是能够很明显的讲出 黄西文学精神是为了追求 宫里正义的精神 所以我们彰化的文学家都有这种精神 所以说他们用文学的方式去批判这个社会 批判抗争 去抗争 追求正义而争斗 对 但是老师像是我们现在正位于的是文学馆 文学馆 那会造这个文学馆 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学步道 文学步道是彰化县的作家的诗碑 那我们就请彰化市的那时候市长说 我们在图书馆这个地方 避一个一楼避为文学馆 那呈现彰化市的文学作家 所以我们文学馆里面的作家是彰化市 那这里面有八个 吴德公 赖和 杨索瑜 程西谷 程金莲 还有林亨泰 姚家伟跟我 老师本人 但是老师我这样听起来 其实八卦山这边有蛮多个 蛮不错的景点 下次步道就有好几个 步道是文学步道以外有空中步道 有健康步道 所以这三四个步道 就连结了整个八卦山的整个山头 所以其实来彰化除了看大佛之外 应该去走走文学步道 健康步道或者是空中步道 可以俯视整个彰化市 可以看到大渡西那边 可以看到鹿港海边去 在康源老师的引领下 我们从彰化文学馆出发 设接而上 穿梭在清风徐徐 阳光洒落的山林步道 吸取了充满自然能量的芬多精 也沐浴在生命力充沛的彰化 在地文学里 哇 老师 我们沿着这个文学步道走上来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 好辽阔的圆弧石碑 不过这个上面我看到 有刻好多字 它是写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想这个文学步道 从下面起点上来 这一路上来都是 以前的旧的神社的步道 那然后在中间这一段我们设计一个文学连表 什么是文学连表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从1703年到2001年 那把彰化线有关文学史的发展 比方说作家的出生 社会的运动 文化的运动 或者是说重要的 比方说盖孔庙 还是抗日活动 都记在这个上面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设计呢 因为我们从清朝时代 日治时代到战后 我们分成三四个阶段 就是把我们彰化线的文学发展 跟土地跟人有关系的 作家的作品也好 作家的文化活动也好 都把它刻上去 那为了要让这个学生 或者是游客去了解这种东西 我们这样设计就是 设计一个文学场域 那这个文学场域呢 让我们从文学步道开始走上来的时候 先了解彰化室的那一些文学作家 再来了解彰化室的文学作家 所以这上面以后 最后面那一段 就是一些诗碑 那这诗碑是每一个人 我们选择了十二个诗碑 每一个人有一首诗 我们在诗碑的选择上 就选择这一些作家 他们的文学精神 有一种批判性格跟抗力精神 老师在前面有指导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了嘛 太多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势力典范 那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的这个诗碑 我今天选择了有一首诗 《火城》 《火城》是存虚谷的作品 那这里面是这样谁 它说春来人翻笑 春去人寂寞 来去无人知 但见花开楼 它要写时光流逝 因为时光看不到 所以它用春来春去 春来的时候 当然非常愉快 春去的时候就有落寞 时光流逝渐渐渐的 这流逝就我们就会一种 一种落寞 然后它说 但见花开楼 它就用花 花开花楼来向日时间 那这样的诗是比较具备 有人身哲理 这个 承熙谷的文学作品 有一个特色 它专门写警察 警察就代表一种 统治阶级 所以它在诗里面 在小说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彰化现在作家 不管是承熙谷 奈尔 它们有共同特性 它们是用文学来批判社会 来抗议强权 这是我们文学家最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彰化现在作家的可贵 它的点会在这边 而且老师 像是我们经过这个步道 我们看不同的石碑 就像是在看每一篇不同时代的故事一样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漫步在文学步道的最大乐趣 就是在大自然的四季转换之间 牵引出每个人心底的思绪和想象 这天康源老师有感而发 想起了童年的时候 拿着八卦山区常见的姑婆语 当成雨伞遮风避雨的点点滴滴 嘴口而出的歌声里 带着诉说不尽的回忆 也满满的感激 哇 老师 我看到这里有个好壮观的 这个装置艺术对不对 这里是哪里呢 八卦山顶 八卦山顶了 对对对 那像是这上面有一些诗句啊 它是写的是什么样子的文章呢 前进 前进 我想这个地方应该多介绍一下赖尔 赖尔是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那赖尔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批判轰见迷信 那第二种就是赖尔他是抗议性很前的作家 第三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台语文学的奠基者 所以这三个特色就是赖尔 是 那这个前进文学地标 这个前进在写什么东西呢 它里面的原文章是散文 是 那他写的是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类 分类了两个单 就是说意见不合啊 就分类了 所以后来造成了分类之后 赖尔就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那个时候是对抗日葵们 所以我们两个就好像一对兄弟 我们在黑暗的这个中间扑五前进 我们应该携手合作 共同来抵抗这个日本 所以这边散文叫做前进 所以刻的是片段片段的 后来有人说散文师也可以 散文师跟师就把说师抢 所以从前进文学地标到现在师抢 都有人讲 但是老师我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原来赖和他之所以能够 被大家那么尊敬 其实是因为他对地方的贡献很多 艺术家或文学家 他们都会关心这个土地 然后会为卑微的人讲话 因为文学不是文宣 文学就是说你一个艺术家 你看到社会的现象 你用文学形式提出问题 所以有人说文学家是社会的便宜学家 他发现这个社会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用一篇小说去写 比方说李扬 他写杀夫 其实不是真正杀夫 是杀掉一个大兰文主义的 这一个观念 所以他会设计一个小说去呈现 但是老师 我觉得来到八卦山 除了有很漂亮的天然景观之外 其实还有很丰富的人文社 在里头 我觉得在这两者的相互辉应之下 真的显得相得益彰 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到这边呢 他们一定会留下非常深刻 然后是美好的回忆 一个城市之所谓美丽 要变成伟大 就必须要用文化来装置它 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 它就没有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文化是来 把这个精神把它提升出来 所以我们彰化现在的文化精神 就是一种批判性格跟抗议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说 好好地来发扬这种文化精神 所以城市的伟大在于文化的提升 是这样的 走一趟彰化文学步道 只需要三十分钟 但能够获得的却是许多文学作家 一辈子的心血结晶与人生智慧 改天有机会 记得要来这里追寻 以文学刻画的时间轨迹 你可能也会发现 彰化跟你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我们店里这种四种口味 四种口味 这个是花生芝麻酱 这个是坚果芝麻 另外这个是白芝麻 还有黑芝麻 像你外面市售的话 你瓶盖打开 你是我们知道那种 很强烈扑鼻的味道 像我们自己现抹的话 它只要瓶盖一打开 这几乎整个室内都闻得到 就像是我现在坐在这边 闻到的香味一样 你的汤头你觉得要煮到 让它喝起来很鲜甜 然后又回甘 然后还有很浓郁的汤头香气 要怎么办到呢 主要是熬出它食物 食材本身的味道 像早上的话 我们会大概花一到两个钟头 然后去熬煮蔬菜跟中药的味道 一个好的汤头 它是需要花时间的 那像我们店里的话 我们汤头就不加 像味醋 人工调味粉 那我们的调味就只有盐巴而已 就希望客人可以吃到 食物本身的味道 在八卦山下 有一间蔬食料理的小吃店 那里头的老板呢 他在大学毕业后 遍寻不着人生的方向 没想到最后 在蔬食的领域中 寻回他热爱料理的出行 很多客人吃了他的料理都不禁赞叹 原来回归蔬食的原味 竟然可以这么的美好 待会我就带你来去找老板 品尝他的好手艺料理吧 走 哈啰 阿翔 嗨 依晨 阿翔 你的店好可爱喔 很有味道之余呢 我还觉得这里面的摆设 还蛮有意思的喔 很多以前的东西 可是你怎么会想要开一间 这样子那么有 怀旧风格的小餐馆呢 就希望带大家回到那个 五六零年代没有黑青食品的年代 帮顾客找到食物的原味 那你怎么会想说要开的是一间 蔬食餐厅呢 当初是因为不敢杀生 所以才开蔬食餐厅 所以你开店到目前 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三年半了 三年半 对 那你希望客人吃到你的料理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吃到食物的原味 所以才取名 原味蔬食 阿翔你说啊 你想要找到这个蔬食的原味 甚至啊你把你这个小餐馆里头的氛围 打造成那种以前的无毒时代 你看起来那么年轻 你这些东西要怎么收集啊 你这些时间是我开店前喔 像去那种二手店 然后或是网路上 或是一些卖怀旧物品的店去收集的 是 但是这个应该就是你大概 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东西 对 大概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四五年代 四五零年代 所以也会偶尔可能问一下爸爸妈妈吗 对 会询问一下他们小时候那年代的故事 然后根据他说的故事 去找我要的题材 所以说里头有些东西就是你可能问你的爸妈 然后去收集来的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或文物呢 像吧台摆的那一些小玩偶是 有一些是家里小时候游到现在的小玩具 像黄色小鸭的话 它是以前在家里泡澡的时候那个玩具 然后另外还有那个电视跟电话 都是之前保留下来的 都从家里带来的 所以就是从爸爸妈妈那时候就使用 一直到现在 我还看到里头连这个大同宝宝也有耶 可是像是我看到还有一些比较特别是 招牌的部分 宏记商行 像是这样子的牌子又是怎么样收集来的 宏记商行的话是以我的姓氏下去做命名的 它就是打造一个干嘛店 以前的那种杂货店那就是什么什么商行 都会以自己的姓氏下去做抬头 那我的话姓彭我就去做宏记商行 我了解了 所以说你的小餐馆里头 除了有一些是你收集来的以外 有些又是你自己去设计成复古风的一些 像是招牌这类的东西 对不对 好有趣 阿翔一手打造的怀旧舒适餐馆 并不只是单纯对于老东西 旧物件的思念 在它四处寻觅唱盘 铁马 电影海报的表象之下 是发自内心追求食物原味的理想 尤其在历经多次食安风暴的大环境下 食之原味不离不弃的理念 真是难能可贵 阿翔 我看到你桌面上放了好多的食材 不过我现在闻到一个超级浓郁的香味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些坚果还有酱料了 对不对 对 这些是会用在你哪些料理的酱料呢 像芝麻的部分 我们用在店里现眼膜的芝麻面 还有烫青菜的话 我们家自己做的芝麻酱 我了解 等于常见的做法就像是麻酱面这样子 但是你还有把它放在蔬菜上面这样子 给大家去品尝 对 那像是你这边的口味看起来还蛮多的 我们店里一共有四种口味 可以让客人选择 这个是花生芝麻酱 那这个是坚果芝麻 那另外这个是白芝麻 还有黑芝麻 所以说大家来到你们店里吃面 他们可以选择的口味好多 对 像是你觉得你做的这些磨出来的酱料 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像外面市售的芝麻酱 通常八至九成都是调和 调和麻酱 那他们可能里面有芝麻粒 可是他们里面可能还有 像大豆或黄豆 那调还有其他的调和油 像沙拉油 花生油 像你外面市售的话 你瓶盖打开 你是我们当那种很强烈扑鼻的味道 那像我们自己现膜的话 它只要瓶盖一打开 这几乎整个室内都闻得到 就像是我现在坐在这边 闻到的香味一样 这个是市面上的调和芝麻酱 这就是市面上你说常见的那一种 对 那既然你说用闻的的话 可以闻得到它的差异 我来闻闻看好了 真的有差耶 我觉得也不是说它不是香的 而是它的香味是真的不太一样 像是它的话 它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 闻得到芝麻的香气 但是它也有一些 可能像是香油的味道 可是你就会感觉得到 这两种真材实料的是哪一种 完全可以感受到 我来试试看 这个酱料吃起来的味道如何好了 你帮我用的这个是什么 口味的呢 这个是综合坚果芝麻酱 综合坚果 就是这个对不对 哇 这个里面加的坚果好多种哦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超级浓郁的 它的香味好丰富哦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这里头是不是完全一点水也没有加 它是百分之百无添加的 完全没有加水对不对 也没有另外加油 因为它吃起来的感觉就是 你会感觉到它是很扎实很绵密的那一种 果然是真材实料 那像是你汤头里面也会用到这些中药材吗 对 这个中药材的味道也超香的耶 这也是你自己去调配的比例吗 这个中药是我们去中药行拿的 对 那主要还是依照我们店内客人 他们吃的口味 对 吃的口味下去调整 那这样客人有如果觉得当归味太重的话 那我们就会当归拿一点起来 对 那就是做出自己店内的味道 那最主要是达到温补的作用 因为蔬菜的话它会比较偏冷 那需要搭配一些中药下去调好 那这样的话冬天的话也就满适合平常这一个的 对 那像是你的汤头你觉得要煮到让它喝起来很鲜甜 然后又回甘 然后还有很浓郁的汤头香气要怎么办到呢 主要是熬出它食物食材本身的味道 那像早上的话我们会大概花一到两个钟头 然后去熬煮那个蔬菜跟中药的味道 一个好的汤头它是需要花时间的 那像我们店里的话它我们汤头就不加像味醋啊 人工调味粉 那我们的调味就只有盐巴而已 就希望客人可以吃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为了确保每一样食材 每一项餐点都可以健康又安全 阿翔从大清早就开始忙着买菜 洗菜 备料 接着炖煮卤味 熬煮高汤 一路忙到中午开始营业 他说只要可以让客人吃到食物的原汁原味 再怎么忙都无所谓 那是独创的 全台首创 好像很厉害 我想要试试看这一个 真的像你说的耶 它里面吸附了很多的汤汁 我还吃到你那个蔬菜也好鲜甜喔 它本身蔬菜也是有很多水分的耶 对 那个芦笋都是要汆烫后下去冰着 才可以保持芦笋的脆绿度 因为它吃起来真的是又鲜甜又脆 所以等于说来店里用餐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品尝煮食之前 先吃这些小菜 桂蘭干是干的东西嘛 你不给它还原到一个叫做软的地步 它在这个桂蘭干 桂蘭蛋糕里头 它会吸收旁边的面糊的水分 它就叹干的 就产生一个空洞 是 产生一个空洞 所以一定要这样来做 那你觉得它好吃的 真的秘诀在哪里吗 当然是第一个你料要食在 第二个你一定还是要给人家说 怎么吃不完的桂蘭干都在里头 给人家一个很饱满的感觉 你们看我的午餐啊 好丰盛哦 那我现在就立刻开动了哦 像是这个应该就是麻酱面了 对不对 这是黑芝麻酱面 黑芝麻的麻酱面 不过我发现你们的面条 好像不太一样哦 它面条也是黑芝麻面条 所以等于这一碗面呢 有满满的这个黑芝麻在里头 对 感觉它真的超级浓郁的 我就来夹一口试试看看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哦 真的有满满的芝麻香耶 哦 不过我发现啊 嗯 像是我刚才有品尝你们的这个芝麻酱 虽然我吃的是坚果 那那个味道其实它是非常扎实 还有口感也是扎实的 但是放进面里头 其实它吃起来就不会变得那么的干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湿润度的 大家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它是很滑顺的 嗯 像我们上面的素食的塑造 嗯 它是加面乳我们自己手工下去切丁 嗯 那塑造里面还有加培干材 哦 那个是去菜市场跟那种阿嬷买的 它是没有加防腐剂的 因为外面工厂做都有加防腐剂 但是我刚刚有吃啊 嗯 它其实吃起来很香耶 因为它的那个卤汁是很有一点点 我觉得有点甜甜的味道 嗯 所以它吃起来咸甜咸甜的 然后跟这个面的那个芝麻香搭配起来 就会觉得很match 嗯 那像是这两个是小菜咯 对 这个是酱乳金针菇卷 嗯 它主要是用卤过的豆皮 然后加一加 加进去卤过的金针菇 然后包在里面 它上面的酱料比较特别 它是自己调制的 哦 是 一层可以试试看 嗯 好 那像是这一个呢 这两个主要的差异是 一个是豆皮比较薄 嗯 那另外一个是豆包 然后豆包的话 你吃下去可以吃到 豆包里面包覆 那个卤汁满满的味道 哦 两个层次感不一样 哦 我觉得这两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不过我先吃吃看这一个好了 好 因为我被它这个 上面的蔬菜给吸引 我发现这个配色很漂亮耶 哦 你们看这上面啊 这个金针菇的颜色啊 跟这个卤笋搭配起来 就觉得好可口哦 这个的话也是你自己去研发出来的吗 对 这是独创的 哦 全台首创 哦 好像很厉害 我想要吃吃看这一个 真正像你说的耶 它里面啊 吸附了很多的汤汁 嗯 我还吃到你那个 蔬菜也好鲜甜哦 它本身蔬菜也是有很多水分的 对 那个芦笋都是要汆烫后 下去冰着的 才可以保持芦笋的脆绿度 因为它吃起来真的是又鲜甜又脆 所以等于说来店里用餐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品尝主食之前 先吃这些小菜 对 像是这个面呢 这个是我们店内人气的招牌 古古板烩面 那今天搭配的是荞麦面条 它吃起来会比较Q 比较有弹性 我发现你店里头用的面条 其实真的还满多种 像是这个是黑芝麻面 这个又是荞麦面 那还有哪一种 另外还有白细面 白细面 对 然后还有板条 一共四种 那像是这个我觉得满特别 因为荞麦面比较像是日式的 我们常会吃到的面 但是你把它加入了这个 是刚才你跟我介绍的 中药的汤头 对不对 我喝一口汤头 还有吃一点点面条好了 吃起来超棒的 它真的是非常温顺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你的汤头超级厉害 它真的是喝起来有鲜甜的味道 就蔬菜本身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你们呢 这个汤头它喝起来就是 中药的香味就是淡淡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加上呢 我觉得你们也没有加太多的盐巴 所以吃下去不会有觉得很 有负担的那种口感 就连面条也很棒耶 面条也是吃得出来它那个香味的 对 像是这个你说是店里的招牌 对不对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年四季 都非常适合的 就很清爽 那冬天的话就是可以趁热吃 配暖味 卤味拼盘也是店里的人气餐点 超过十种以上的中药材 提炼出浓郁却不腻口的香气 而且依照食材的不同特性 来调整下锅炖卤的时间 所以几乎每桌客人都会点上一份 搭配招牌的面食真的是绝配 来到彰化内行人都知道 这个必买的伴手礼 就是桂圆蛋糕 虽然说台湾有很多的高饼店里头 都可以买得到桂圆蛋糕 但其实它的发源地 可是来自彰化 待会我就带你们来去拜访 这个桂圆蛋糕的创始人王老板 请他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桂圆蛋糕 它的好吃秘诀在哪里 走吧 王哥你好 你好 王哥 我今天是慕名而来 谢谢 你们的店在这边听说 已经在地经营超过百年了 对不对 对 是我曾祖父的时代 开设这家店的 本来这家店在我们当时 它这个店在这个地方 是不热闹的 没有住这么多人 所以当时他们的形式 那个店的一个模样 我在猜想 是甘马店 然后如果如果人家 要做什么 一些喜气 求神拜佛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给顾客要求说 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样产蛋经营下来的 是这样 是 可是最早这个桂圆蛋糕 它是怎么样研发出来的 桂圆蛋糕在民国78年的时候 因为家里的桂圆肝很多 那个时候有人就用葡萄肝 去做葡萄蛋糕 那我在想说 应当也可以用这个桂圆肝 来加入蛋糕体里面 然后形成一个桂圆蛋糕 就在一个桥圆当中 我们把这个桂圆蛋糕 做出来 是这样 不过王哥这样听起来 所以最早曾祖父做的时候 他不是做的是桂圆蛋糕 对 他那个时候只是一般传统的一个 中式的点心的一个店 那在64年我们才加入这个 西点面包的这个店 来制作 对 是 那78年我们在 在把这个桂圆蛋糕做出来 了解 那你们最早做出来的这个桂圆蛋糕 跟现在你们在卖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要用做那种法规的 在拜拜在用的 所以它的形状比现在这个 大概有三倍大 那三倍大有一个不好保存的地方 说你没办法一次吃完 就是说你要吃吃的 还包起来 所以有一次机会 就因为赞助朋友的一个导览工作 他说 我们在外面 你就随便送我们一个点心 所以无意中把这个大的 这个桂圆蛋糕 变成小的 想不到那一次之后 我们就这个桂圆蛋糕 就受到大家的喜爱 然后造成一股风潮到现在 也是几年了 对 不过我看到店里头 除了有卖这个桂圆蛋糕以外 你其他的品项也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顾客来这边买这个桂圆蛋糕 他不仅要买桂圆蛋糕 他还要看周边有什么其他的产品 所以通常他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要满足顾客的需要 所以旁边就开发 很多很多的产品 是这样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除了有这个比较传统的样子 像汉饼也有 对… 然后西式的点心其实也有 也有…都有… 像我们这个橱窗里头 这些蛋糕都是非常可口的蛋糕 而且我们技术也是很多 来自是日本的一个正统的技术 对 那王哥 我等一下可以去你的工厂参观一下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工厂就后面 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现代化工厂 进去广泛 而且交友广阔的王哥 就是这家彰化名店的掌门人 虽然他谦虚地说 桂圆蛋糕是无心插柳研发出来的 但是一来到工厂 亲眼看到他对糕点制作的严谨态度 我立刻就明白 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能够屹立不咬 绝对不是偶然 王哥 我现在已经在你的工厂里面了 对… 我看到你每个员工动作都好流利 然后有条不紊 这些在这边已经生产 有大概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 因为他们很驾亲就手 所以大家担任他们所要的工作之后 他就可以接给后面的人去工作另外一项 所以他们你看起来他会驾亲就手这样 很顺利 对 不过大哥我在想啊 既然桂圆蛋糕 它是用桂圆里面加了好多吗 所以说这桂圆应该很重要 你有特别选用哪个产地的吗 我们多年的经验 是从我们彰化这座八卦山路 这是从八卦山以后的往后的一直延伸 到台南 这一段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桂圆干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在这个地方 先把这个最好的桂圆干 收集在我们的冰箱里头 然后才慢慢拿出来用 是 那像是你们一锅里面会用到多少斤的这个桂圆 因为刚开始是少的时候 它只是一锅一锅在煮 小小的一锅一个锅在煮 但是量大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到很大的一个一个蒸汽锅 所以如果说你要说多少重量 我大概一个描述啊 大概是250斤左右 250斤 会是相当多的一个桂圆干 一级煮的 了解 对 我想让大家听可能比较没有概念一点 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王哥 我这样往后面看啊 你们这里的制作流程大概我看有三个 就是前面先 呃 蛋液他们先搅拌 对对对 接着夹那个面粉下去 他们就加了桂圆 对对对 然后接着第二个步骤呢 他们在搅拌用手动搅拌的时候 又再加了第二次 第二次 然后最后呢要把那个桂圆蛋糕放进去 小杯子的模具里面 对对对 又放了一次 又放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用量非常多耶 呃 这个你观察得很仔细啊 那是因为第一次当然要加料 第二次要为什么要加料 就是无形中形成的 因为这个比例是一定的 但是师傅他怕说 因为机器的充填啊 他会不平均 所以那师傅因为害怕人家骂 就偷偷地抓了一把 在里面再弄一次 所以我们的桂圆蛋糕之所以会比较有名气 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蛋糕里头啊 是多了人家很多的桂圆蛋 平常是这样 真的 因为上次刚刚我看到烤猪禄的这个桂圆蛋糕 这个表皮层全部都是桂圆耶 很多很多 你仔细看就好 而且你剥开的时候一定让顾客 非常的喜欢 因为很多很多 那王哥除了你觉得加了很多的桂圆 让它变得很好吃以外 你觉得这个桂圆蛋糕 它要好吃的关键又在哪里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都是 还原这一段的桂圆肝 因为这一段桂圆肝是肝的东西嘛 你不给它还原到一个 一个叫做软的地步 它在这个桂圆蛋糕里头 它会吸收旁边的面糊的水分 它就干干的了 就产生一个空洞 是产生一个空洞 所以一定要这样来做 那你觉得它好吃的 真的秘诀在哪里 我觉得当然是第一个 你料要实在 料要实在 第二个就是你说有很多桂圆 但是你一定还是要给人家说 怎么吃不完的桂圆肝都在里头 给人家一个很饱满的感觉 对 这是关键 是 王哥 因为他们现在在大量制作这个桂圆蛋糕 我做它好香喔 我等一下一定要来吃一个看看 十个都没关系 谢谢王哥 王哥用料完全不手软的好气 让这里的蛋糕分量十足 而桂圆肝的独家完原诀窍 也使得厚实香气 与软Q口感达到最佳状态 所以不论平日假日逢年过节 店里总是人潮不断 而且正令我深深佩服的 是整个工厂内的环境卫生 几乎做到一尘不染 这么讲究制作细节的糕点 让人吃得既开心又安心 我吃到这个桂圆它摇起来 除了有水分 有香气之外 最厉害是它竟然是有Q度的 对 因为在煮这个桂圆 桂圆干的时候 我们是加入了养那个多米 在里面煮的 然后要静置一天 就是煮好之后 这个东西要放在一个凉爽的地方 放一天 才可以使用 它吃饭 对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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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集会坎兮 它是有点入口即化的 对 它制作的时候 最主要这个皮的制作 它不能在一个 那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空间 它要温度比较保持 比较凉 一个空间制作 网哥 我的甜点通通都可以吃了 对不对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只是其中一部分 对… 不过我最想先吃的 就是这个桂圆蛋糕的 那当然啊 刚刚很多客人在买 就是在买这个 你吃看看 好吃 好吃 光是从它侧面看 你看这个桂圆的量真的非常多 这样子一看一览无疑 对 我这个我来品尝一下 好 刚刚出炉的这一个 刚出炉的 好 一定要试试看 好吃吧 好好吃 而且我吃到它是有点点 外酥内软的口感 对 而且它吃起来是 我觉得它是偏向扎实 然后有点湿润 而且它是绵密的 对… 重点是桂圆的那个香气 真的非常浓 我已经咬到桂圆了 咬到桂圆了 对… 不过王哥 我觉得好厉害的地方是 我吃到这个桂圆 它咬起来啊 除了有水分 有香气之外 最厉害是 它竟然是有Q度的 对 因为在煮这个桂圆 桂圆干的时候 我们是加入了养乐多 在里面煮的 然后要静置一天 就是煮好之后 这个东西要放在 一个凉爽的地方 放一天 才可以使用 那个时候刚好也把桂圆干 这个叫熟成了 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 一个有Q度的感觉 哇 好特别 在这个桂圆蛋糕里面 竟然有加那个养乐多 对 那王哥你都把那个秘方 都告诉我们了 这个早就公开那天 对… 可是如果你要让它还原 要让那个桂圆 它有这个水分在 为什么一定要加养乐多呢 这是因为它是干的东西嘛 所以你要把它还原 一定要加入有水分的东西 那当初我们也试了很多的 这个其他的不同品牌的 一个这个饮料类的 那最后就只有这个养乐多 最适合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就把它采用下来 对… 是… 而且我还听到大哥你说 它要静置一天 一天 对 可是如果直接把这个桂圆煮完 然后直接做 直接…对 直接做不行吗 那这样不行 因为它这样会… 吃起来是比较不会Q的 就是比较会暖暖的那种感觉 是… 一定要把它让它收成一天之后 然后从我们把这个水分 吸进在桂圆干里头 那做出来的 那个烤出来的桂圆干才好吃 对… 这真的好吃耶 我觉得难怪大家来彰化都会 特别说要买那个 王哥家的桂圆蛋糕 对…很多人是这样来的 不过吃完这个 我接着来吃不同品牌的好了 对 像是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我们在这时候蒸香乳酪 其实当初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这味道很香很弱 对 还有个超级浓郁的奶香 对… 它是里头是乳酪馅 然后加上这个麻糬 外表这层皮也是纯奶油做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金黄色泽 非常诱人 可是它蛮特别的 因为我有点觉得它是中西式的结合 对…你说… 你说蒸香乳酪 有时候老一辈的人会把它以为这是一个辣椒 那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素食的 素的 对…它没有辣椒的味道 它是一个乳酪的味道 因为它其实乍汗之下也有点像汉饼 其实我们只要归类也是汉饼 像很多人的结婚喜饼 都用它 将来你结婚我送你一百个 真的啊 真的 那你要先再等我十年了 我没有那么快要结婚 我先品尝就好 先品尝看看 你看那个QQ 给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而且这个麻糬有点点流出来那种爆浆的感觉 对…会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麻糬 然后这个黄色是起司 起司 乳酪 我来试试看 你吃 不要吃多了 好吃吧 对…你看… 麻糬会牽细 会牽细的 这个真的好吃 因为它外表看起来它是扎实 但是其实咬下去的话 它一下就化开了 对 它是有点入口即化的 对 它制作的时候 最主要这个皮的制作 它不能在一个 那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空间 它要温度比较保持比较凉的空间制作 是… 这个麻糬超级超级加分的 因为我们吃进去 有吃到那个乳酪的香味 但是麻糬让它变得很Q 对… 它等于说 我觉得它是有点点结合在一起的 对 这个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非常喜欢 应当会比较接收度很高 而且大家也慢慢接收这种乳酪的东西 所以他们对这种东西 这个…很喜爱 所以像是这两种又是什么品项呢 这个… 我先说我们左边这个 这叫麦到爆 麦到爆 对… 顾米思义它是麦子做的 不是米 我知道 它跟米香不一样 对…跟米香 它用麦下去爆 类似… 但是它是麦 跟米香跟我们在吃的米香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还放了很多不同的坚果 对啦 还有像蔓越莓都不对 蔓越莓这种东西 它甚至我们还有做的一种是 比较… 比较有一点咸的口味的 我们也做 但是比较起来是这种口味 小如比较好 证明大家是喜欢吃一些钢果 比较健康的一个食品 确实是 这其实看起来非常健康 对… 王哥你放的那个一些杂粮还蛮多的 蛮多的…对 那现在变成这个我们店里 也是比较畅销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拿来它送给人家 送者食慧 送者大方送者食慧 然后还有像是这一个 我觉得看起来好特别 这叫奶酸蛋糕 北海道奶酸蛋糕 那其实这个蛋糕就不用讲 蛋糕就是一般的一个海绵蛋糕体 那主要就是说里面那个馅 那个叫做食慎奶酸 跟北海道起司 它们结合去做成一个 一个叫奶油馅 所以那个非常的浓郁的香味 那至于外面这个 这一层是奶…这个蛋白霜 对 它看起来脆色的 做起来漂亮 漂亮而已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有一点点酥酥的这样 对 所以这个也非常好吃 这个里面好嫩喔 对 很嫩 它是超级软超级软的那种口感 对… 然后外面的那个蛋白霜 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它脆脆的 然后又甜甜的 对 还有撒一些是杏仁饺 你注意看一下 上面的是杏仁饺 杏仁饺的话 我觉得是吃进去的时候 它那个香味会散出 对…你在咬到的时候 它满嘴都是杏仁味 对… 有咬到一些些 不过我觉得 这个算是两种结合的恰当好处 因为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然后又很软Q 对… 而且里头的那个奶霜 我觉得它是偏向比较清爽的 对 我们强调就是要给顾客吃到清爽 因为有的人会怕吃那个鲜奶油 但是它的鲜奶油完全是不太一样 其实鲜奶油你吃久会腻 但这个没有那种感觉 这个不会 因为它是… 我觉得是淡香味的 对… 很清爽 所以我发现 其实店里头的品香类型 还蛮广泛的 蛮多的… 对… 各种类型都有 都不太一样 都有… 坦白说 这家百年老店的糕饼 点心 伴手礼 每一个品香 都让我不自觉地 一口接上一口 就像跟风趣 辉鞋的王哥聊天一样 充满了连绵不绝的惊喜与感动 这趟幸福又美满的文学小旅行 让我前一刻才刚离开彰化 下一秒就已经开始想念